我叫张超 是一名喜欢摇滚乐的男生 风格定义为民族武侠摇滚 在创作自己音乐的同时 我融合了汉民族常见的 笛字 琵琶等乐器 在看法处理方面 我用了戏曲的滑腔去处理 一族打造一支汉民族文化 偷出的乐队 张扬个性超越自我 是我对自己最好的诠释 张超 男二七岁河北人 中国第一次大学 第一次工程专业 大家好 各位老板好 我叫张超 是一名地质工程专业的学生 我曾经去过六千多米的矿山 下过地下三百多米的汉道 上天入地的野外地质生活 断就了我艰苦朴素 求真务实的性格 大学期间 我还自学了吉他 贝斯等乐器 曾经策划并组织了 多场高校校园摇滚现场演出活动 我的人生作用名是 天行剑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在场我要求的一份 与音乐策划相关 或者各位老板认为 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 学地质的 对对对 长得都像 满脸的沧桑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诧异 一个地质学专业的研究生 居然应聘音乐类的工作 好可惜啊 你是因为什么而爱上了音乐啊 因为从小就对音乐比较感兴趣 那你考地质干嘛 这是因为我的爸妈就是 属于那种传统的农村家庭的人 那你还读到颜三 因为怎么说呢 在我考研的期间 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 说了我们听听 让我们了解一下 因为在我本科毕业的时候 我在老师眼里 一直是一个乖乖男的形象 然后我就想 大学毕业 本来就是不想再继续 这个专业的学习了 但是我父亲当时就是 思想比较传统嘛 用了一个绝食的方法 就逼着我 就是必须要考这个研究生 绝食 对 逼着你考研 对对 父亲这么做你没办法 是吧 对对 所以你考了 对 还考上了 对 我特别想问 当你捧着研究生的 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那种很纠结的感觉 有的人都很高兴 然后考上了 你是上也不是 不上也不是 对对 是吧 对 最后还是就上了 对 你成绩怎么样 我在校期间 就是研究生期间 拿了两次的 校医等奖学金 我的天哪 这事怎么这么怪 一个不喜欢的学科 他学的这么好 他最后要去学音乐 那你考研究生 不愿意考 父亲以绝食相逼 那你现在到这儿来 要转行做音乐 那父亲怎么办 因为我想好了 因为通过这个平台 我也正想 就是跟我父亲的一个交代 你来这之前 跟爸爸说了没有 没有 但是他肯定会看 他每期的 非你莫属必看 父王会伤心的 你赶紧跟他说清楚 赶紧赶紧赶紧 哇 我这太担忧了 父亲做出来这么极端 对不对 来来 赶紧赶紧说 就是 跪着说 跟爸爸跪着说 要不然他真的会 真的要跪着说 爸爸 相信你也会看到这个节目 你一直想让我考一个公务员 做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工作 来 鼓励一下 但是孩儿已经长大了 有自己的责业方向 有自己喜欢的点 在这里也想给您 做这样一个交代 儿子好好学习了 同时 儿子也有自己感兴趣的地方 希望您能理解这件事情 我永远是爱你的 谢谢爸爸 做这样的决定很难吧 对 你觉得爸爸能理解吗 他应该会理解的 自己的事情 的确应该由自己来做出 第一 不管是父母是否反对 到了最后 如果即便是 实现了父母的愿望 自己一辈子不快乐 其实不是父母最初的目的 对 但是要做音乐就得好好做 说说 你在这个大学校园当中 是怎么搞音乐的 我在大学期间 就是负责了我们学校的 整个摇滚社团的创办 当时就是条件比较艰难 因为人手特别少 特别少 我当时就是联系了我们班的一些同学 还有一些其他的喜欢音乐的一些小伙伴 组织到一起 然后把那个社团搭建起来 这个搞音乐好花钱的 你哪来的钱 什么买设备 训练场地 大学期间 就是我已经不管父母要这个生活费了 因为学生时代 几乎所有的兼职 包括就是发传单 做家教 还有卖一些乐器 还有一些吉他教学的工作 我都去做过 上了研究生期间 我就是为了筹集自己一些 做乐器 买乐器 或者买一些资本的一些钱 我就跟着老师出野外 跑向我们 包括就是跟您说的那个 海拔六千多米的矿山 就青岛高原 一个极度确连的环境 我都去了 其实你是为了赚钱去的 你不是因为热爱去的 对 对吧 对 所以想想看 一个人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去做一件自己极不喜欢 而且是恶劣环境下做的事情 这小伙子应该是很有毅力的 你自由创作人就可以 你来应聘干嘛 这也没照音乐的 没有这样的岗位 我觉得音乐 是我自己一个调节的一个点 你没有想把它做成这样 如果能跟音乐相关是最好不过 教小孩音乐呢 我们倒有这个课程 可以做这个事 也可以做 这也可以 为什么你到底有多爱音乐 你憋着了是吧 我是觉得 只要跟音乐相关 哪怕让我在后台搬一下音箱 我也是愿意的 这个事 我的天哪 一个研究生 就到后台搬那个 你要不要来百度地图 做数据采集员 可以考虑 你可以开着车 然后可能真的花很多时间在路上 但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创作 但是我可以带一把吉他吗 当然可以 你可以跟车上装一卡拉OK自己唱 但是那跟唱歌没啥关系 我就想着一路走着 能够自己带着一把琴就很快乐 哇 那你这样 你什么工作不可以干 我这工作你也可以干 拿着吉他主持 不不不 我们其实 今天就在那处理的时候 不是 我这想搞明白 小伙子 你所指的 从事音乐的事业 到底是只要能唱就行 还是说真的要从专业角度上去做 只要能唱 就行 只要能唱你 什么节目 你刚才你白跪了 你跪他干嘛使啊 哪个行业不能唱啊 人类资源也可以唱啊 下了班唱啊 对啊 没了事往厕所里蹲唱啊 他只要能唱就行 没谁禁止你唱啊 你这有点开玩笑了 你这有个求助动机的严重问题啊 就是音乐是你的爱好 尤其你父亲 让你憋了这么久 你想把这个对爱好释放出来 我能理解 但是你有没有真的考虑过 这是你的职业吗 就是未来你在这里 会有什么一个发展方向啊 职业音乐 职业的音乐制作人 歌手 对吧 你到底是什么呢 还是做音乐发行 对我刚才就说这个事 他只要能唱就行 那不是职业啊 对 你最终他没有通道的话 你还会回到一个更胶着的问题 对吧 终极的职业目的是什么 到底想干什么 最后 赚钱养音乐 我觉得你这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悲剧啊 就是他限制了你的最天赋的一些开发 所以你到最后择业的时候这么含糊的来做定位 对吧 你现在又说可以不做音乐相关的 所以你肯定还是按你职业 就是你的学历背景来找工作嘛 他的意思就是说想先赚钱 有了钱 最后就玩音乐 那你知道玩音乐需要多少钱 很多 是啊 对 所以你的职业道路就非常模糊吧 我们想给你一点建议 我们感觉你现在对职业的这种选择有一些盲动 爱好音乐呢 其实我们觉得无可无不可 但是你想想你的爱好能作为你生存的手段嘛 你的爱好可以作为你一辈子的爱好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首先要生活下去 这就其实刚才陈浩总也说了 提示很多电视机前的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 作为家长的 在孩子择业和这个选择高校志愿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不必过多干涉 人就像你心里的一个能量守恒似的 你被积压了这么多年 你总是要爆发的对吗 但是我建议你这次择业 咱先别爆发好吗 你先积蓄能量 先选择一个正确的工作 我其实倒建议你考虑一下 百度地图的邀请 但现在我们不聊了吧 到第二阶段 先听一下他唱的咋样 我们再做判断 万一是鬼哭狼嚎呢 对不对 我当然希望他唱的特别好 我看看他的实际能力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十盏灯 天生我有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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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什么呢 我创作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叫北方的酒 原创 对对 来 吉他 喝一口北方的酒 让烈火嚼心头 喝一口北方的酒 让往事随风走 这一口北方的酒 酒中心在心头 这一口北方的酒 喝如何白了头 七五龙鹰步里 攀升岁月 再跳笔耙再弹一曲 喝一气又 唯有美酒时间 这令小点上 自由爱怨 醉又黄歌 一尊白银对月 朦朦胧胧不见鬼人 呼唤如梦 唯有岁月匆匆 三叹酒结了忧愁 这一口北方的酒 喝一口北方的酒 这一口北方的酒 三瓶为酒结了忧愁 谢谢 稍等啊 坐下 还能再唱一首 如果让你再选一首歌 送给你的父亲 你准备唱什么 请原谅我 谢天笑的一首 你唱吧 如果我是从树上飘落的荒野 就注定在这个季节慢慢凋落 只能是这样 随便飘在什么地方 请原谅我原谅我只能这样 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只能这样 就像有一天我离开你奔向远方 就像有一天我埋在那从没去过的山上 看着成天的树又看着它慢慢发芽 请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只能这样 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只能这样 虽然她唱歌非常的投入 但事实上她包括音准 其实都不是那么的有特长 我觉得唱挺好的 有一个女生说你唱的不怎么样 有认为你唱的好的吗 我觉得不错 唱的很好 我觉得也还可以 我觉得你的父亲对你付出也挺多的 也送你上研究生的 也对你期望这么大的 我觉得作为你来说 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是 至少先要混出个人样 才追求自己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赶紧找一个好的工作 能够让自己有成长有进步 能够混出人样的东西 那什么叫混出人样的 这个观点我特别反对 我也反对 什么叫混出个人样才能去追求理想 只有追求理想才能混出个人样 如果她真的有音乐才华 你非要让她去找份工作是不对的 我觉得特别认同 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她跟我当年特别像 我从小喜欢画画的 但是我们家没有条件来培养我 所以我还是学的理工 上的是医学院 但是我上大学以后 不是父母不管我了吗 我就开始追求自己梦想 我比她更坚决的 我大学都没念完 我就走了 所以我虽然现在我不是在画画 但是我现在的学校里面 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在学画画 所以反正我是很感动 我觉得有时候父母给你的东西是他们的爱 但是有时候可能是错的 因为从小没有给她这样的培养 可能错失了一个 她可能发展的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当然她现在去追求 我觉得你也要考虑一个事情 就是你现在需要独立养活自己 所以要在里面取得个平衡 就像我当年一样 我喜欢画画 可是我并没有去画画 我选择了一个跟她相近的行业 所以那样的话 我既可以养活自己 还能够追求自己的理想 所以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 我的孩子也非常喜欢画画 所以我现在培养他 所以你可以参照我的未来 去设计你的未来 谢谢老板 特别好 我觉得说特别好 就是因为我们这代人 对于教育资源的稀缺 确实很多的天性跟兴趣 其实被压抑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懂家庭教育 懂得如何帮助孩子成长 是要把决策权交给你 首先 人样 什么叫人样 不成功就没人样了 好多男人注定这辈子 他就挣不了钱 他甚至连女人都养不起 但是只要他愿意去付出 有多大能力 付出多大能力 他就没人样了 第二 如果你真的要爱音乐 同时你又不拖累别人 靠自己养活自己 你三千也好 四千也罢 那就是你的生活 每个老板其实他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隐藏着 就像那个老板 他曾经想要有一个画家梦想 但是他最后却成了一家奇异的老板 就是 人实现自己的理想 可能会有多种多样的状态 但是 能够达到那种状态肯定是 最起码就是你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一个交代 会让你不去后悔的一个交代 来我们来请张老师对他的性格做一下评估 张超同学跟小程同学的性格特点很相似 哪个 程秋迟同学 性格特点很相似 碰到问题都是采取回避型的 之前他老爸让他考研 考研和不考研这个矛盾 他采取回避型 妥协了 你现在做音乐碰到困难了 没有经济来源 你就想找一个工作 再来热爱你的音乐 其实呢 我那天跟你说 你这样做 将来呢 你是不伦不类的一个人 你是真的爱音乐吗 要 这辈子就要从事音乐吗 也不是 那就很简单了 那你今天找工作 就不一定要与音乐相关了 对吧 把音乐做成一种爱好 平时都可以唱可以跳 是吧 来 尹峰想说什么 对 我全场看了这么久 就特别想提醒你一下 把音乐做成你的爱好吧 因为其实王岐刚刚讲的故事 很感动 就像我从小喜欢舞蹈 但是最后我并没有说 为了反抗父母而去真的跳舞 我们小时候 因为被父母打压完之后 那个天赋成长的时期 已经被消磨掉了 所以热爱将成为你永远心里的 月亮仰望他 然后你的这个性格的分析 更适合理性地进入职场 说不定你会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爆发 人生这样也很完美 你的简历说了敢想敢干 是什么事给人家留下的印象 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带过一个团队 做一个就是大学生大创一个项目 当时在做那个项目的时候 就是我们那个项目 其实就相当于一条死路了 几乎是相当于一条死路了 但是我当时带着我的学生团队 然后用了一个跨学科的一个方法 用了一个材料学的方法 我去把一个地质学的二级反应问题 去解决掉了 然后当时这个成果 就是在我们学校 拿了一个大创的一等奖 然后最终的成果 甚至被带到了国际应用矿学大会上 做了一场专场报告 还有这种敢想敢干的案例吗 他只要是脱离了那个魔咒 那个心魔 其实他干很多地方 应该可以干得不错 是吧 他学习能力也很强 对 行吧 看看大家能不能够 从某些方面去挖掘的 来 第二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八盏灯 黄正世一共十位 我能给到你的是在多点社区 去做这个产品运营的专员 我觉得你这个研究生毕业 这个学习能力超强 我觉得你干很多事都能干成 我给你一个是我们 集团优胜派这个素养 集群项目里的音乐课程的运营专员 火星时代教育呢 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市场方面的工作 主要是在企划和文案方面 张超是一个很好的储备干部的苗子 那CAPG给你的岗位是 CAPG自由意的运营储备干部 未来的输出方向有可能是市场 有可能是营运 有可能是营介 其实我觉得未来在管理上 你可能潜力无限 我还是给你百度地图 数据采集园的工作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吉他带在车上 希望能保持你的爱好 一刀用车会给你提供一个 前台的业务管理助理的职位 你可以去学习 给你提供的职位是什么呢 是这个拓展专员 专门寻找铺面的 八盏灯灭六盏流两盏 谢谢你 提供的一盏 谢谢你 提供的一盏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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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他当成爱好了 是这意思吗 西迁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 如果我去了贵公司的话 从事的工作具体可能包括哪些方面 贵公司对我的成长制定一个怎样的路程 我前面其实讲过会让你从市场营运 拓展和营件上都去尝试每个岗位轮岗 看看你在哪个岗位是更适合垂直发展 因为CAPG所有的高层干部都是从专业岗出来的 我们这个工作呢 其实更多的是之前讲过 在车上你会操纵电脑 然后呢去拍整个道路的一些情况 去记录每一个你走过的地方 道路的轨迹是怎么样的 道路的形状 包括新路的一些调度 以及我们现场一个采集包 我们这个工作真的就是跟我们的设备一起去 一步一个脚印的刻画整个中国的道大街小巷 来 有没有薪酬超过于7000的 8000 8500加 8500加 来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来 说一下8500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你有很多 今天面试啊 其实纠结在你的音乐上浪费不少时间 我觉得要不然你的薪酬比这还得高的 我觉得你逻辑挺缜密的 学习能力也强 而且敢想敢干那段经历 我觉得说的挺有意思的 你的变通性啊 比我想象的要强 来 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否愿意让陈浩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师妹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是让浩哥代替百度 代替百度 为什么 稍等别急 你急啥呀你急 我好急啊 又沉不住气了 我好急啊 来 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这种 百度现在提供的一个岗位 没有达到一个 我想要的一个契合 一个标准的岗位 有请 萧辉 黯然离场 有请陈浩 荣誉登场 这个老狐狐狐 roh 这么老狐狈 我们要感谢 同众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好吧 自己选吧 咖啡之一 优胜教育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咖啡之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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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问你为什么 因为他热爱音乐 我懂他 好 好 张超 特别欣赏你 张超 你这不是玩陈浩吗 没事 没事 你不选人家 你把人家弄上来干嘛 你为什么不选陈浩 又把陈浩弄上来 因为我现在我不清楚 这个就是优胜教育 我以后的就是一个 规划路线是什么样 那你把他选上来干什么 因为我特别喜欢 浩哥这样 这个人 你好奇怪啊 今天 今天的主题 是好干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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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我很感谢 就是好多的企业为我留灯 这点是我没有想到的 咖啡之一 虽然它是一家 餐饮企业 但是我在那个地方 是靠近一个就是文化的中心 我能够接受到更多新鲜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 我对我自己的选择 还是挺满意的